二零一五年TIFA臺灣國際藝術節 由金曲歌手Sumim跟沖繩的Kachimba樂團 聯手打造的海島風光音樂會 由正統的臺灣原住民 吟唱沖繩民謠以及古巴的拉丁曲風 最特別的是Sumim將原住民的傳統歌謠 用熱情的拉丁音樂風格演唱 整場演出非常熱鬧 很多人都說他們沒有看過一本政經 多半是古典音樂演出的兩廳院演奏廳 可以如此歡樂 這次也是一個挑戰 因為拉丁音樂對我來講 本身又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音樂風格 然後Kachimba他們雖然是做拉丁音樂 可是他們融合了很多沖繩的元素 老實講他們其實也是一種混血一樣 那跨界最有趣的是讓兩邊的 不一樣的音樂領域的聽眾群 會享受到另外一邊 不一樣的音樂的感觸 這次的結合是把拉丁音樂舞作為伴奏基礎 結合沖繩的民謠跟阿美族的音唱 這裡的聲音樂 歌唱 我愛你 愛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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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你 愛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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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很不一樣的是 因為它太多的文化合在一起了 形成了一個很特殊的 當代的一個音樂的氛圍 包括古巴的音樂 包括沖繩的音樂 包括阿美洲的音樂 我們一直尋找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能夠用什麼樣的音樂型態 就是我們能夠表現的部分 就是把我們的文化也重新 用另外一種方法 親示給大家來看 然後也不要讓文化的氛圍 讓大家覺得顯得太過於沉重 因為我覺得音樂本身 它還是一個跨語言的一種分享 就這樣能夠給大家看 私不知道不會給大家看 需要抵抗的音樂 多讓人知道 這樣能夠用 對大家看 好朋友